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只剩下50多天时间 国民党、民进党的候选人大部分已在近期完成选举登记工作 根据几家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 代表国民党出征的韩国瑜选情不容乐观 与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始终存在10%以上的差距 特别在年轻人的民调上有较大的差距 韩国瑜20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开设网络直播 与年轻网友泡茶聊天大聊各种时政话题 对于最近他下乡倾听之旅的所见所闻 韩国瑜说几场青年座谈下来 他可以强烈感受到凡是青年与他座谈 永远三个动作 不是立正、稍息、敬礼 而是抱胸、放手、微笑 韩国瑜说年轻人们一开始先抱胸 讲到一半手放下来 到最后开始会微笑 大家开始交换意见 韩国瑜说在现场他碰到了很多年轻人辛辣的提问 他非常喜欢直接的交流 慢慢到最后 年轻人会感受到他的真诚 另外 对于民进党媒体近来接二连三的造谣和爆料 韩国瑜的房产问题 韩国瑜22日也在社交媒体上回应 这几天又被造谣说 我多了一间房子 不知道蔡英文这辈子在国内外住过的房子 又是长什么样子呢 对于民调仍落后于对手的情况 台媒解读这种现象是沉默螺旋 表明很多选民仍在观望 韩国瑜虽沉稳应对 持续倾听民意之旅 韩粉也依然送暖热闹滚滚 但到底能否制造黄金交叉 重复高雄逆转盛奇迹 已成选战进入倒数计时的全民最大关注 俗话说攻击是最好的防卫 这也是蔡振营打出这波豪宅案的犀利之处 韩国瑜虽仓促回防 但庶民形象难免受到伤害 需以更有效的攻击响应 才可能突围制胜 要突围 就必须找到蔡的弱点 眼前蔡弱点只有两个着力处 一是显示其不足为领导者的相关人格特质 二是三年来的政策治理绩效 若能打到痛处让庶民有感 那韩就可能突围来反转战局 在第一点上 力道最强的应是进来独派着力甚深的博士们 若真是学位造假 则欺骗行为难以托付政治 必然造成重伤 但目前尚无一枪毙命之证据 只能搜集资料静观后变 真正能触动人心 且子弹遍地都是的 就是经济施政的贫弱 愁拥肥缺占满站好和撒币式的政策买票 韩国瑜虽到处提及蔡政府施政无能 经济状况沉闷不堪 但先少举出具体数据 充实其论述事实 久而久之 反逸造成中间选民认定他真是草包的抹黑 须知 一般民众多不喜欢复杂的数据 但若能用几个简单数据及清楚印证批判内容 选民反而认为你很有学问 这是非常微妙的心理情境 韩国瑜必须灵活运用 不能老用形容词描绘现状 但却无具体内容 久了会让人有空洞之感 最令人震撼的 是自杀率在蔡政府三年间年年攀高 对赵马政府时期下降 证明蔡政府治理失败 所以民众以生命来投票控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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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